大家好,我是西雅图姐姐 居住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朋友们都应该看过或听说过蓝色天使飞行表演队 今年夏天,蓝色天使队又回到了阔别三年的西雅图海洋节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蓝色天使表演队 后面再放他们的精彩表演片段 蓝色天使是一支来自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经验丰富的战斗机飞行员组成的团队 他们的使命是展示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自豪感和专业精神 他们总共有16名飞行员和大约45名其他成员跟他们一起环游全国参加航展 每个成员都是志愿者,他们在蓝色天使队服役两年以后就回到他们原来的队伍里面 他们目前驾驶的飞机型号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FA18ABCD大黄蜂 他们航眼时以每小时120英里到700英里的速度行驶 一般会有6支喷气机同时表演 前4架喷气机以菱形编队飞行 第5和第6支喷气机单独飞行 临行编队以较低的速度飞行平均每小时大概400英里的速度行驶 所以他们能够形成更紧密的编队 单人飞行机飞得更快一些 所以他们可以翻滚和做其他高难动作 他们表演的高度取决于当天的天气情况 如果天气晴朗 可在离地面至少8000英尺的高度飞行 当阴天时 他们就保持在3500英尺 最低可降至1500英尺高度飞行 蓝色天使的飞机 他们行驶的间距可以到18英寸 机翼的尖端可以接近6英寸左右 由于每架喷气机产生的气压 在飞机周围形成压力气泡 所以可以保持近距离的飞行 机尾喷出的烟雾 是通过将可生物降解的石辣机油 放入飞机的排气喷嘴而产生的 但这种烟雾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的危害 所以大家放心 下面就给大家看一下蓝色天使的飞行表演 希望大家喜欢 大家看着我们下期节银HU 跟着节银HU 和这个银HU 和那边公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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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